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豒儿的强度在今天清晨2点 增强为强烈台风 到目前强烈台风它的强度还在增强 到目前为止早上8点 它的中心最大平均风速已经来到每秒55公尺 相当于16级风 瞬间最大震风来到每秒68公尺 相当于17级风以上 目前它7级风暴风半径220公里 10级风后暴风半径也增大到80公里 而我们预估齐行它将逐渐地向北上 明天登陆南部直接清洗我们 过去台风移动速度非常的慢 那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 它已经来到俄网比南南东方 大约22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预估未来还是以比较缓慢的速度 往北再往北北东的方向移动 它目前暴风圈正影响到我们南边 东南边以及西南边的海域 陆地上正影响到台东 恒春 屏东和高雄 但随着海北上 我们警报区域在陆地上增加了 澎湖 云林和花莲 所以目前海上警报区域 依旧是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 陆上警报区域则是花莲以南的地区 恒春以南的地区和澎湖 也提醒大家随着它的移动 它的10级风的暴风半径 因为目前是7级风暴风半径 影响到我们南边陆地 但随它移动 预估明天清晨开始10级风暴风半径 会接近影响到西南部的地区 移动速度在今天逐渐的还是缓慢 然后上到陆地以后 依旧是比较慢的速度 今天一直到新一四上半天持续影响我们 我们来看一看其实随着它的影响 海面的风浪都已经明显增大 今天明天两天所有海域的风浪浪高都有在5米以上 尤其是在台风中心附近 像东南部海面 南部海面 甚至明天开始影响的西南部海面浪也都有6米以上 台风中心浪高更高会有8米以上浪高 今天明天两天台风移动的很慢 在我们西南方海面逐渐向北移动 所以这样的浪况会持续影响 也观测到了长浪的现象 像这个橘色的点点就是已经观测到巨浪的现象 其实长浪在台湾附近海面都已经观测到了 其中在东沙岛海面以及小琉球海面 有将近7米的长浪情况 今天明天两天各海面以及澎湖金本马祖 依旧会有长浪的情形 再来看看风力结构 我刚刚特别提醒我们台风的中心风速 以及最大阵风就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这样的完整结构在明天登陆的时候 这样的风力会直接影响到西南部地区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其实台湾附近大部分的海面 平均风力都是8到9级 阵风10到11级 但今天晚上到明天风力明显增大许多 我们的色列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银色色列是风力大的 明天以后台湾附近各海边平均风力会增强到11到12级 阵风会13到14级 尤其台风中心 平均风16级 最大阵风17级以上 如果他明天在登陆南部地区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的风力结构 就会直接影响到南部地区的朋友 这样子的风速和强劲是令人担心的 所以南部的朋友要特别小心 至于在天气方面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山陀的台风中心 它的东侧有一波一波的云气正在移动 往往这边移动 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暖色系的云气 这暖色系的雷达回坡只要雷到我们的上空 就会带来瞬间的强降雨 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可能是每小时 四五十毫米或五六十毫米的雨这样子下 那未来它逐渐向北洞的过程 这样子的强回坡 就一波一波会移到我们上空 但是目前因为它移动速度慢 所以影响最明显的地方 依旧是从昨天开始下雨的区域 依旧是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和平东地区 这是今天白天的降雨 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降雨 那明天早上到明天晚上这段时间的降雨 随着台风的靠近 明天开始连南部地区的雨也会大了起来 那当然在西北部地区的雨 可能要靠像我们刚刚所提的 一波二波的云气它穿越山脉 就是过山以后 才会造成西北部地区有断气临心的下雨 所以相对而言雨是是小 许多降雨的时间也比较短 就以今天明天来看 今天的降雨气象鼠发布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台北的山区 新北市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以及南高平这些地方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尤其是花东地区 还有高平山区 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另外台东山区 恒春半岛 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豪雨 东边以及南边是这样的天气 但是中北部地区 就必须靠云过山 或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的现象 而提醒大家 今天新竹到台中 依旧有焚风效应 带来36度左右或更高的气温 如同昨天 苗栗台中彰化一样 在这边朋友特别留意 气象鼠也发布了高温资讯 明天降雨的情况 南部地区开始明显 东半部持续依旧 然后中部北部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尤其中部地区的降雨时间 会比较短暂 而明显降雨的时候 各地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 提醒在花东地区 恒春半岛 还有高平山区 以及东北部山区 可能会有局部豪雨 以上等级的降雨 再就之后咯 星期四 台风若逐渐地向北移动 在南部 还有东南部这些地方 降雨会缓和了 但是北部地区依旧会降雨 而且雨开始也会比较大一些 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在温度方面 我们提醒了今天 有部分地区有高温资讯 而要提醒大家 在星期四这段时间 台风渐渐离开 但是北方东北季风南下 这方东北季风南下 星期四开始影响 影响到星期五到星期六减弱 而这段时间 在星期四的时候 北部东北部马祖的高温 会下降到25、6度左右 甚至下雨比较明显 若中部还有东部云量还是多的话 高温也会下降 然后在东北季风影响那段时间 各地天气比较凉 尤其是中部以北 东北部和马祖的低温 大约在20度、21度左右 其他各地低温则在22度、23度 但这波东北季风 就像刚刚说的很快 在星期六就减弱了 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强烈台风山屯正在逐渐往我们这边靠近 有可能明天会登陆 那会直接清洗影响我们 我们特别提醒的 在台风中心 尤其在登陆的时候容易带来强风豪雨 今天东南部地区和南端陆地的雨持续下 但明天随着台风中心接近 新南部地区的雨也会开始增大 尤其我们有注意到台风中心完整的结构 它可能会直接进到新南部地区 在没有屏障的新南部地区 风力会很强 这种强健的风力很容易造成危险 所以一旦我们预估未来 可能会发生平均风12级、阵风14级的时候 我们在一到两小时前会对该地区发布 强风告讯息请多留意 另外台风来了容易带来降雨 尤其是花东地区 然后还有恒春半岛 中南部山区、东北部山区 可能会有好雨以上等级降雨 同样提醒大家 这边地方的土石已经很脆弱 所以大家如果行经 宜花东这些地方 还有高平山区要特别的留意 再来还是要提醒 海面风浪强劲 沿海强震风 长浪状况已经很明显 大家最好不要从事海面上作用活动 台风中心接近西南部地区的时候 也容易会有台风暴潮 引起的沿海地区海水倒灌的危险 这部分从今天开始可能就有机会 这部分特别提醒朋友们要特别的小心 台风移动缓慢 今天明天持续影响我们 不论各地风或雨的状况 还有出现的时间都不太一样 要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我们最新的预报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